哈囉大家好我是雞雞雞雞好久不見到各位 來吧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我覺得最近很像有這種類型的隊伍有一點崛起的感覺 就是我們的逆連然後再配上一個搞事骰 剩下的兩顆通常都是會配上小丑跟適應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我早期我那個時候用的是暗殺 但是如果我今天放上一個狙擊的話 這個時候暗殺的力度就會不夠大 那我們這邊再用給他加上特招的話 是不是就讓這一隊再給他強化的那麼一些些呢 這是我目前注意到的 不過我自己還沒有去打到 那我這支錄到的是觀眾對打的影片 一邊用的是特招逆連配上雙適應 再加雙合成吧 反正就是小丑跟適應 因為通常如果要配泡泡的話是可以打更遠沒錯 但是我今天要搞事的話 不如我就專心搞事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應該說是他是中前距離中大中高中遠距離的搞事隊 因為畢竟他跟遠距離而言還是差的有點多 然後他今天的對手呢是遇到了 搜月...就等...月杖 魂杖 魂杖的月亮標準啦 魂杖月亮標準的隊伍 那我們就來給他感受一下吧 那這個時候呢其實障礙對到像是轉王 像是燃燒 像是我們的沉默都會變得有那麼一點點的可惜 因為我們都可以直接把那個障礙給他處理掉 如果是魂杖的話 沒有應該說只要魂杖對到這種專門的搞事 又可以丟大量的話呢 那個障礙是很難給他長起來的 所以對面的障礙呢 頂多就是擋個一次或兩次 剩下的就只能靠自己的運氣 看看有沒有被他扛過去了 所以說他現在在這邊做什麼呢 一樣他先沒有召喚太多骰子 都是用上了逆年 我們這邊慢慢看就好了 沒什麼好加速 因為很快就要給他結束了 一星的話呢會選擇合成 那如果骰子滿的話呢 二星也會給他選擇合成一下 不然的話呢就會有點浪費掉二星的召喚 畢竟星數還是要給他上去 這樣子的話呢我們的成長也多 我們的逆連的傷害也足夠 但是他可以看到他的三星的沉默 很像沒有要丟的意思 他的逆連現在給他升到了等級3 就沒有再做任何的輸出了 現在場上總共三顆一星的逆連 這個狀況是不是反而有一點倒楣呢 哎呦他感覺在做什麼樣的布局 沒有做任何的動作 然後把我們的沉默給他升好升滿 就這麼直接嗎 其實硬要講的話 這樣的話就跟雷雲的玩法是有一點像的 只不過雷雲的傷害呢 頂多就是扛到第七第八回合就算是極限了 再怎麼樣頂多第十回合 那如果這一隊要去拼逆連COMBO的話呢 應該是可以超過那個雷雲的部分啦 對如果我們的傷害 我們的逆連的COMBO等級再更高一些些的話 應該是可以超越那該死的雷雲 雷雲的話就是中距離大致上就在那邊 再遠的話就等於是他只有傷害沒有搞事的 沒有搞事的能力 而這一隊的話呢現在他場上只有三顆而已 但是他的傷害很像也已經有點足夠了 他這邊還是有合成了一下 有先合成了第一波 不過這一波下去應該是要讓獅王去火掉他 才對他現在場上總共四顆54星在第二回合的時候 所以再用上這個隊伍他的COMBO數 一回合還是有高達25COM 所以說如果我這件事要拼COMBO的話 很像把這個換成泡泡 然後兩個適應給他上去的話 一回合20甚至30說不定都是有可能的 目前看到最誇張很像兩回合100 有那麼誇張嗎 我有點忘記 反正就是很高很高 很久已經沒有去拼那個逆連的等級 因為總覺得再高再高 我還是用魂戰會比較過分一點點 如果單純是要比大力的話 好現在到第三回合那這邊的話 他用上了四星的沉默 也還在等待第三回合又在搞了一波 他四星還沒有給他合成上去 要知道沉默的時間 他是會隨著... 他的是會疊加上去的 剛剛二十幾秒的壓... 剛剛二十幾秒的鎖 直接被鎖到了三十幾秒 那這隻王第三回合 還有沒有機會給他扛的過去呢 有啊!他那個二星狙擊的位置 給他解開了 就把怪物給處理掉了 哇其實這個時候就是我討厭玩那個... 沉默的原因就是會有一種... 很心技很心技的感覺 好啦很可惜的這邊沒有鎖到那個... 那兩顆二星的狙擊位 啊!可以看到啦 就算狙擊他變成了二十趴 還是這麼這麼的兇殘 只要傷害力度夠的話呢 怪物還是都可以給他處理掉的 那這邊現在第三回合 現在已經來到的第八四康 平均一回合呢將近二十八康左右 將近三十康了 那現在他有打算把一星的給他處理掉嗎 如果不處理掉的話版面會有那麼一點卡 有了!他選擇處理掉了 那現在到第四回合必對手使用更少的SP 那這個樣子看一下他們是兩邊怎麼處理 正常來講的話應該都是不動啦 但是如果不動的話呢 對於連擊這邊是不是會比較虧一點點 有了!對面直接召喚了一下 如果比對手更少的話 其實逆連擊現在不動 然後等下一波直接給他沉沒下去 他的優勢就會變得非常非常高 只要把他全部沉沒完的話 那這邊如果用上轉王的話 也是另外一個優勢啦 畢竟有辦法把搜魂給他轉好 把他轉到爛掉 不過要把他轉到爛掉 等於說九宮閣裡面都沒有搜魂才可以 我覺得那個運氣可能要斟酌一下 到底是哪一個比較香 好!剛講完之後呢 他又再做了一次沉沒的動作 其實他沒有一次給他鎖到底 每次都只給他鎖一點點 那這個時候SP已經給他操彈過去了 等於是他直接豁出去了 要給他活生生的鎖爛 就這樣子把他給結束掉了 我們在第四回合的時候 這樣的話到底跟雷雲比起來哪一個比較兇坦 還是說雷雲還是配上沉沒比較好 我自己的心理想法 雷雲沉沒時光嘛對不對 然後如果是這一隊的話 可能用上轉王或是暗殺也不錯 因為反正我覺得這一隊有陸陸續續出現的趨勢啦 反正搞試骰的這個部分 在這個RD裡面還是一個主流 尤其是如果有辦法再配合那個任務的話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我再嘗試看看 如果回來暗殺的話 有沒有辦法再做點什麼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趕快到這裡啦 我是PFI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